目前经过官方民间各方面的努力,基隆的行人友善政策在街头已经看到初步的成效,重要路口的驾驶人都养成礼让行人的好习惯。 但是接下来要怎么样让基隆更好? 基隆市长谢果良则提出了向日本学习,比照日本学童举手过马路的模式,来提升学童过马路的安全。 尤其是针对没有红绿灯号制,也没有绿色斑马线的路口,市府正积极评估是否将学童举手过马路,纳入交通安全宣导。 小朋友在日本以及一些其他国家会举手,然后可以通过。 这个部分我们内部正努力地在评估,要不要把它纳入我们的幼稚园国小国中的一个宣导教育,是比较全面性的。 然后也要同时教导我们的用路人,也要理解这个动作的目的。 基本上我是想要做的,我想要跟日本同步成为这种孩子们过路,因为斑马路有绿灯,斑马线有绿灯没有争议,有些路口没有斑马线,现在也还没画绿斑马,然后这个随时是动态的,车辆也没有红绿灯的问题。 那这个就很需要孩子们如果说一个小二的孩子,幼稚园有时候我们会带他回家,那小一小二的孩子,自己走在路口,那怎么办? 所以用一个举手的这个东西,我是个人是非常想做,但是我们还要整个教育的配套,交通的配套,远景执行,维护交通,安全的配套。 这个部分容我评估好以后,再跟大家来报告,我是希望跟日本同步做这个事情。 因为如果你到国外,像我们国人旅游的最重要的一个热点大概就是,我都讲热点了,国家就日本嘛。 那日本跟我们很多文化也相近,那如果他们小时候就有这样的文化,那不论他们的孩子到我们这边来旅游,或我们的孩子到那边去旅游,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这样子同样的方式去维护孩子们的新的安全。 但用路人要理解这样子的目的,有的用路人不晓得变成这个目的就白费了,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评估好以后,尽快跟各位报告,我是很想推,但是有些东西要克服,就是举手,孩子们举手,然后可以过路,然后用路人,尤其是车辆,看到一些路口没有红绿灯的时候,当孩子举手了,他的认知孩子是要过路口,这样子的宣导我们要赶快来做。 透过多年的教育宣导,日本的小朋友跟驾驶人对于举手过马路都有共识,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社会风气,相信从教育跟文化切入,可以逐步让基隆成为一个亚洲最有爱的城市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